六岁的小女孩为了吃上一口饭 靠着村里的黑狗领导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 她天生拥有一双阴阳眼 村里的人家都对她避而不禁 那女孩掉走了一条鸡腿 此时何红英一手掐着尿一手 抄起门边的木头 砸向偷鸡腿的大黑狗 大黑狗跑得快 何红英追出了老远也没追上 只能气吗 小畜生 再让老娘看见你 就把你和那小嫂把星都烟愤吃礼 老村长拄着拐杖走出家门沉着里 看着何红英 你就给口肉给她吃又能怎样 老娘自家都半个月没见婚星 好不容易给玩天点油水 还叫这大黑狗偷走了 村长您要是想当好人 怎么不把那扫把星请你家里住去 桃园村地方小 一有人吵架就全村都听得见 何红英 你别一口一个扫把星的说楚丫头 当年若不是楚老先生救了咱桃园村 恐怕现在还没这日子过呢 就是现在楚老先生走了 就留下这么个孙女和大黑狗 虽然咱们养不起他 那你口饭吃总行吧 何红英被村里人说得老脸骚红 却不肯认识 行行行 你们都是好人 就我一个坏人行了吧 这么能说 赶明就把那扫把星请回家去 叫那些脏东西挨个儿往你们家里跑 何红英口中的扫把星就是楚软软 村里有名的阴阳先生的孙女 生来便带着一双阴阳脸 能见阿飘和神这些 所以楚老先生离开村子后 全村的人怕招来不干净的东西缠上 没有人肯接受楚软软 谢谢大黑 我不饿 你吃吧 大黑狗跟在楚软软身边久了也通灵了 大黑狗将鸡腿拱向楚软软 主人 大黑不饿 主人你先吃肉 我后面吃骨头就行了 谢谢你 大黑 大黑 这个肉肉和骨头你吃吧 主人 本王历史的能力厉害吧 主人你摸摸我的走头 奖励奖励我吧 此时桃林里走出一个背着背肘的年轻男人 刘大宽看着那满脸脏兮兮的小丫头一阵心疼 粗丫头 阿宽叔 我没偷桃子 没事除丫头 以后想吃桃就跟阿宽叔叔 诉给你咱 那核鸿药不是这么好东西 下回你让大黑来我家 我把饭菜弄好放门口 让他给你调回去吃 谢谢阿宽叔叔 主人 以后我们有桃子吃了 谢谢阿宽叔叔 听到这些话 刘大宽眼泪都要流出来 丫头 大黑 阿宽叔就先走了 你们绳子还在家等我吃饭呢 阿宽叔 回去后多注意些刘奶奶 软软这样说是因为看到 他同人上方的月角处 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 大宽恍惚间似乎看见了楚爷爷 当初他也是这般告诉他 大宽就严肃起来了 俗丫头 您是不是看不见什么了 阿宽叔 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大宽知道 银梁先生这一脉毒的是天机 不可泄露太多 便只能点头离去 软软看着手里的桃子 小脸上满是纠结 武人 那我们要帮大宽叔吗 大黑 阿宽叔 这是他自己好像解决不了 我必须要帮他 中午过后 好多人都听说那名夫人和少爷 是市里著名的企业家 那名小少爷身体不好 所以才四处做膳食积德 这次他们来是因为要收购桃园村的桃子 帮助他们脱皮 你们好 我是韩李雪 来这儿的墓地 小币镇长都跟大家交代过了吧 交代过了 交代过了 夫人劳苦舟车 你们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在这给大家开会 把村里的收场全部罗列出来 之后给您过目 现在有人帮助他们村 因为桃园村穷了好多年 所以村长很感激帮助桃园村的人 小萱 你对住的地方有什么要求 干净 之后他们上车 乱开到大宽老宅门口 停了一会闲聊准备进去 宁萱突然说道 谁 出来 大家看那儿有人 众人都往桃树桃去 好久后才露出半个脑袋走出来 楚丫头 你怎么在这儿 村长爷爷 他 他不能住进来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慌了 楚丫头听话 快离开这儿 免得冲装了贵客 村长爷爷 他真的不能住在这儿 他会嘎嘎嘎嘎 这话一说出来 造靶心又胡说八道什么 害了我们全村还不够 还要害人家吗 久死 快出去 听到众人一阵阵的慢慢 软软低着头 小脸上近是难过 你们在骂我主人 两下让你们 嚼嚼本汪的厉害 众人骂骂咧咧的 却没人敢真的走过去 撵走楚丫人 村长爷爷 我没胡说 他真的不能住在这儿 村长也顾不得心疼孩子 桃园村好不容易 等到这么一个贵客 可不能砸在这丫头手里 牛大快 把人给我拉扫 村长爷爷 你相信我 他真不能住进来 快走 不能进屋子里去 刘大宽看着楚软软 也是心一口 一个七岁的孩子 怎么有过二十多岁的状态 大宽叔叔 放开我主人 放开我主人吧 就在刘大宽抓着楚软软的 大飞经过宁轩时 宁轩忽然来了 等等 放开他 快放开他 刘大宽连忙将楚软软松开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此时宁轩一步一步的 靠近楚软软 每靠近一步 他都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松快一步 李医生不离会大黑 他试着特意远离了几步 那虚弱感就又 妈 靠近他 我的病好像好了 你 你能不能松开些 我喘不上气来 一张小脸都憋红了 寒李雪连忙将自家儿子的手 扒开一点解救了小丫头 儿子 你这是喜欢这个小姑娘呢 靠近他 我的病好像好了 寒李雪听明白儿子的意思 乱问一秒后 激动的连忙说道 医生 李医生快过来 之后随行的李医生 走过来给云轩检查身体 奇怪 大少爷的身体似乎真的好了许多 连呼吸都平稳多了 寒李雪听到这话 几乎要喜极而泣 激动的问她 小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漂亮阿姨 我叫楚软软 楚软软 你姓楚 孩子 你爷爷叫什么名字 我爷爷叫楚一 听到这个名字 寒李雪更加的激动 十年前 宁轩病重垂危 连医院都下了病危通知书 就在他们以为 快要失去宁轩这个儿子时 是楚软软的爷爷救宁轩 谁知救完人他便离开了 只留下一句多行善事必有福报 也是从那以后 他们夫妻才热衷于公益扶贫事业 没想到这福报突然就来了 漂亮阿姨 你认识我爷爷吗 他去年突然就走了 不知道去了哪里 我找不到他 你爷爷走了 那你爸爸妈妈呢 我没有爸爸妈妈 爷爷说他们去天上生活了 寒李雪微愣了一下 眼中闪过一丝心疼 妈 他爷爷走了 也没有爸妈 就是孤儿 我可以带他回去吗 当然可以 不过你得问问 软软同不同一样 宁轩低着头对软软的 我叫宁轩 你想跟我回去吗 我可以给你漂亮裙子穿 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玩具 那我可以吃干净的鸡腿吗 宁轩哥哥 还有我可以和大黑一起吃吗 当然可以 你想和谁一起吃都行 不过大黑是谁 大黑过来 他就是大黑 我爷爷留给我的 宁轩看着全身脏兮兮的大黑狗 连忙后退了 你平时都是和他一起吃饭的 叔叔婶婶不让我进家门 每次都是大黑偷了饭菜调给我的 不然我就要饿肚子了 寒李雪一向心软 眼眶也红了起来 要将储软软抱进团里 可储软软躲开了 漂亮阿姨 你不能碰我 我会给你带来厄运的 谁说的 小萱不也抓着你吗 哪有什么厄运 你带来的分明是好运 寒李雪说着便抱住了储软软 这是第一次有人不害怕他 愿意给他拥抱 储软软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众人瞧着这一幕 俨然有些认亲的感觉 村里的人都低着头 他们没想到 储爷爷竟然对宁家有恩 早知道这样 就算害怕他们也要把 储软软带回家抚养了 软软 你告诉阿姨 为什么宁轩哥哥他不能进去 里面有个坏阿飘 在屋子里面好几十年了 坏阿飘他正需要一个替身 宁轩哥哥身体又太虚弱 只要宁轩哥哥一进去 他就会占据宁轩哥哥的身体的 对储软软的话 众人也都信了几分 因为储爷爷本是一位 所以平时也会替村里 解决过不少的怪事 阿姨相信你 我们不住这了 你说我们住哪 去我家吧 那有爷爷留下的阵法 怪阿飘他 应该进不来 之后 众人就来到软软的家 储爷爷离开后 储家的小木屋虽然破旧了许多 但储软软将他收拾得很干净 只要不下雨 木屋里还是很舒服的 阿姨 宁轩哥哥 村长想先把屋顶上坡的地方修一修 还有周围的杂草 也清理一下 这样你们住的也舒服些 软软 这是你家 你愿意让村长爷爷修吗 村长爷爷 修屋子可以 但是千万别碰到 爷爷放在屋顶的阎洛厅哦 好好好 村长爷爷记住了 储丫头 你先陪着宁夫人和大少年 村长爷爷回去 让人做些吃的过来好不好 村长让张大和冷修屋顶 但张大和不听村长的话 把心一横 便把钉子拔了出来 悄悄藏进了口袋 囊囊里的囊 我们进去吧 打扫干净了之后 他们进来 韩里雪对宁轩说道 儿子 软软的爷爷失踪了 妈妈已经跟村长说了 要暂时把他带回家 等楚爷爷回来再做打算 以后你要跟软软和睦相处 知道吗 宁轩点了点头 就在此时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惊动 厨丫头 厨丫头 救命了 嗯 是阿宽输 刘大宽看向厨软软交集说道 厨丫头 赶快救救你刘奶奶吧 那个坏家伙找上刘奶奶了 冰冰斗者皆 阵列在前 死妹王俩 厨丫 厨丫了 那飞烟散去 刘奶奶也就平静了下 众人都被这一幕惊呆了 刚阿宽要来找楚丫头的时候 我们还不信 现在看来 楚丫头真有点本质啊 见刘奶奶已经平静 刘大宽连连道谢 楚丫头 阿宽做谢谢你了 阿宽叔 你不用谢我 那个坏家伙 还没走 他还要去找刘奶奶的 什么 那这哥怎么办了 刘奶奶 之前有跟人结约吗 是一个长头发 长得挺漂亮的阿姨 我看见她的时候 后面还有伤口的 楚软软一脸平静地描述着 那阿飘的样子 在场的人都心里发毛 我妈从来不跟我们 做的年轻时候的事 我爹喜去的时候 他就更不愿意做了 等他行了 我再问问吧 最好马上问清楚 坏家伙叫什么名字 他不离开的话会 一直缠着刘奶奶的 宁萱哥哥也会受到影响 一提到宁萱 潘里雪瞬间紧张起来 软软 我们如果现在就离开 那坏家伙还会跟着宁萱哥哥吗 软软 你告诉阿姨 有把握解决他吗 实在不行 阿姨可以找别人帮忙的 只要知道 那坏家伙为什么要缠上刘奶奶 解决了他的事情 宁萱哥哥就不会有事的 正当他们说着 刘奶奶惊醒过来 许梅 是许梅回来了 他回来找我报仇了 妈 许梅是谁 你们指挡到底有什么预案吗 无奈之下村长叹了口气 村长爷爷偷偷跟我说过这个 村长爷爷 你让我来说一下 那时候许梅逃荒 是一个孤儿 刘奶奶救了他一命 刘爷爷竟然和许梅 好上了被刘奶奶发现 当时许梅奶奶便和许梅 凌打在一起 结果失手 把许梅推到有钉子的墙上 这事也是老刘林死前才告诉了我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许梅竟然还没散 都是我的错 要不是我推他 他现在还好好的 妈 正是不怪你 你好险救了许梅 他做了那种事 谁是换了谁都不能言的 村长跟楚软软说 已经知道那坏家伙的身份 但众人现在也没有什么 软软 我觉得可以让刘爷爷试试 许梅恨刘奶奶 根本原因还在刘爷爷身上 要是能把刘爷爷找来劝他 或许可行 众人点了点头 觉得这个办法不错 大家不要吵了 刘爷爷一直在呢 每次我和主人都能看见他的 现在白天 刘爷爷不方便出来 等晚上了 当天晚上 他们来到刘爷爷墓前 刘爷爷 刘爷爷你在吗 出家丫头 你找我干嘛呀 刘爷爷 许梅回来了 你说啥 谁回来了 村长爷爷都告诉我们了 许梅怨气难消 一直缠着刘奶奶 如果您能出面劝他 或许可行 该来的还是来了 我躲了这么久 就是不敢面对小梅 没想到竟然害了老伴 刘奶奶看不见刘爷爷 痛哭着道 老刘 许梅回来了 他生前中意你 你能不能劝劝他 要报仇冲我一个人来 也连累儿子 刘柱子含泪看着刘奶奶 他知道除了楚软软 谁都看不见他 也听不见他说话 楚丫头 你告诉你刘奶奶 说我对不起他 之后等他们一行人回来时 就听见大黑狂吠起来 软软脸色一变 冲进屋内 主人你回来了 坏东西这回知道怕了吧 让你知道什么叫厉害 坏家伙 看看阿姨大黑少 阿姨也出了过去 许梅一个纵身跑了出去 刘爷爷拦住他 小梅 你你是柱子哥 趁着这个机会 楚软软眼几手快摸出一张符纸 贴到宁仙后背上 许梅顿时便被丛宁轩身上逼了出去 小梅 你要是想报仇就冲我来吧 是我对不起你们 柱子哥 我何尝不知道错的是我们啊 只是我不甘心了 小梅 这辈子我们遇见的不是时候 如果有下辈子 我一定补偿你 刘奶奶不清楚许梅在哪里 只能跪在地上颤唤地说道 许梅 我知道你恨我害死你 要偿命你现在就刀了我吧 只求你别牵连我的孩子们了 随后许梅的身形渐渐显露 我如果刀了你 柱子哥会恨我的 当初的事我也有错 今天我们俩亲了 大嫂 我也该跟你说声对不起 几十年的恩怨 到现在也该够 谁对谁错已经不重要了 有奶奶看着许梅 妹子 我原谅你了 记得照顾好老刘 他岁数大了 总爱吃些甜的 可他有糖尿病 不能多吃 还有啊 他晚上起夜多 记得给他留斩灯 刘柱子的眼里满是泪水 他大哭对着我说 软软 给刘爷爷和小梅念段 往生斗吧 老伴对不起 大宽 照顾好你妈 我小声的默念起了寝神咒 因为之前许梅真是坏阿飘 往生斗不了他 我一念周围的人都一动一动 出现了一个人 叔叔 你是谁 男人勾唇邪笑 看起来像是不同寻常的人 小家伙 你把我请来却问我是谁 你是我请来的阴兵吗 可是不像啊 哪有你这么帅的阴兵 小丫头嘴真甜 我可是十殿阎王能转王 没想到竟然被你这么个小丫头请来了 我第一次请神 居然请来了阎王 爷爷要是知道了一定很开心 随后人转王叫抱起来 看着我的双眼 小丫头 你这双眼睛很不一样 除软软忽然想到爷爷说过 有些阴兵是会吃人的 轮转王叔叔 我的眼睛不好吃的 看了我双眼之后 轮转王又将我放下 继而将目光转向了雪 怨气太重了 还害不得我回盐殿受罚 盐君大人 求您把我也一起带走吧 就算要受罚 我也陪着小妹一属 轮转王懒得和他废 直接将他们一同收 小妹妹 我瞧你非常顺眼 日后若有解决不了的 记得换我来啊 说完这话 轮转王哈哈大笑便消失了 通奸也瞬间恢复了正常 宁轩哥哥一声轻渴 我连忙跑不去 让他抓住我的手 他才渐渐苏醒过来 宁轩哥哥 阿姨 我不知道避鬼阵 怎么会没用的 我害宁轩哥哥受了伤 对不起 盘丽雪炮太自责 连忙挡住安门 软软 这不关你的事 别自责了 这时大飞忽然在后面狂叫起来 众人的目光 都被大飞吸引过去 只见大飞突然咬着张大和裤子 还不停在张大和的裤子口袋闻 明眼人都看出来了 张大和口袋里有东西 大黑 他口袋里有东西 是吗 是的主人 我闻到他口袋里 好像有盐罗钉 你问一问他 本王的直觉 不会有错的主人 你个小飞狗 哪有东西 我口袋没东西 张大和心虚 说出的话挂不住脸 村长当即便门 张大和 你平日里手脚就不干净 是不是拿了人家的东西了 张大和被村长这样说心一红 竟打算逃 不料大飞直接扑了上去 你为什么要拔盐罗钉 我我不知道那是什么盐罗钉 就是看他碍事 所以就给拔了 村长气得脸都红了 村民们也纷纷指责张大和干的不厚道 胡说 你上去修屋顶的时候 我就说 让你小心点 别碰到钉子 我就说你这次怎么好心 买给楚丫头修屋子 原来打了这个心子 张大和和和红英夫妻俩 一向在村里不讨喜 之前偷了人家东西 被楚爷爷抓住 钉儿心生病了 楚爷爷走后 这夫妻俩逮着机会 就对楚阮阮打骂不休 够了 我就是拔了钉子 怎么了 这小豆把心就不该活着 凭啥他能跟着人家去过好日子 我就是看不惯 秦峰把人抓了 正是这场的警局 秦峰就是跟在民间后面的保铁头 这个时候张大和和还是害怕 村长 我真的错了 我上有老下有小 我不想采缝刃机 毕竟是自个村里的人 软软知道村长心软 可这场采缝刃机之灾 张大和躲不过了 村长爷爷 这是他该收的果 别人是帮不了的 村长也只能叹了口气 但韩里雪也不是心狠手辣的 张家的桃子他也收够 这至少能保证张家这两个孩子 不被饿着肚子 第二天 韩里雪的老公 宁有为打电话过来 你们没事吧 打了那么多电话 都没接 发生什么事了 我们没事 就是见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而已 韩里雪将昨天发生的事 一一道 宁有为惊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要不是相信韩里雪 她恐怕以为是在听故事 宝宝 你们这趟出去可真太值了 不仅治好了儿子的病 还拐回了一个闺女 这要是让大哥二哥他们知道了 肯定得羡慕死我 是是是 以后可有的你嘚瑟的 宁家三代都没生出过女儿 宁家老爷子盼了几十年 结果三个儿子生了四个男丁 就是没闺女 搞得老爷子 现在看谁都不爽 整日跑公园去看人家的小闺女 韩里雪让软软叫她妈妈 妈妈妈妈妈妈 软软越叫越开心 她终于有妈妈 看着软软的笑容 宁轩和韩里雪的脸上 也浮现一抹难得的瘟 软软我们要出发了 你看看有没有东西要带的 阿姨 爷爷说过要是有一天 主人离开了草原村地的药法本王 和屋里床板底下的东西带走 爷爷说是 他父母留给他 随后软软就在床底下 打出爷爷给他很多东西 软软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是七星伏魔剑 神像天书 还有养魂猪 软软他从十字起 爷爷就每日给他讲 有关像诗一门的事情 更没想到他亲生父母 留给他的居然是这么厉害的宝 看这里是有爷爷的信 古人你快看信说什么 本王以前都没坐过车 不知道是什么感觉 想想就让狗心旷神怡 软软一眼就认出了 信上的自己是来自他 软软当你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 就说明爷爷已经走了 爷爷不是抛进 而是有不得不做的事情 箱子里的东西 帮你闪加利用 终有一日我们会再见 爷爷 孙女知道了 孙女会和大黑 好好跟宁轩哥哥他们生活的 软软仔细将东西收进箱子 然后带着他跟大黑 随寒里雪和宁轩离开了 准备上车的软软回过头 看着自己住了几平的村庄 看着村长爷爷红了的眼泡 露出一个甜甜的笑容 村长爷爷 阿宽叔 吴沈沈 再见 丫头 想老家了 就回来看看 宁家别墅门口 外面传来车的喇叭声 还没等人开门 老爷子宁长波 听说小孙子 接回来一个小姑娘 高兴给带了众人出去迎接 那腿脚比年轻人都要利索 狼狼里的狼 好多人了 这是要干嘛 臭小子 终于回来了 老子都快等死了 姑娘呢 你们把小姑娘藏哪去了 就在这时 软软忽然从宁长波身后蹦了出来 软软 小软软 爷爷 软软喜欢爷爷 宁长波一把将除软软抱起来 那我们呢 软软喜欢我们吗 软软 我是你大伯 我是二伯 我是大伯的儿子 你要叫我大哥 那我是二哥 我是二哥的双胞胎弟弟 你要叫我三哥 软软看着陌生的人 又看了看明轩 软软别怕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以后也会对你很好的 软软乖 我是叔叔 软软在视频里 见过宁轩哥哥的爸爸 宁有为又叫了他们 爷爷 大伯 二伯 叔叔 大哥 二哥 三哥 宁轩哥哥 大家都笑了起来 宁家人都生得一副好骨像 头顶正气 肩上养火分明 乃是正道传承人家 软软一看便开心 爸 软软他们刚回来 让他吃点东西休息惠儿吧 软软看了过去道 大伯母 随后又看了宁家二伯母 因为您和大伯的夫妻公相连 一看就看出来了 不过 软软停顿了一会儿 陆月肯下意识地问道 不过什么 不过大伯母的夫妻公间 有一道裂痕 而且大伯父的夫妻公上 领约泛着粉红色 应该是有个坏女人 想要破坏你们的感情 软软话音刚落 众人顿时静了下 之后还离学姐知道 大嫂 我可没有说呀 软软一个小孩子 我也没必要跟她说这个 但是 您长波的脸冷了下来 这是她还不知道 老大 刚软软说的是真的吗 爸 我 确实最近公司 有个员工不大检点 但我发誓 我绝对没有对不起 爷爷 大伯没说谎 他和大伯母的感情 还是很好的 您长波清楚 自家儿子的脾性 自然是知道 他不会出轨 但这是叫软软见了丑 他心里不舒服 海里学以为您长波 是忌讳出软软的异常 才不说话 爸 软软这能力是生来就有的 他也无法控制 这不能怪他 软软眼中也闪过一丝荒乱 他害怕爷爷 来不及呢 之后众人在欢声笑语中 进去吃 二天早上 海里学和杜月可 还有孟清月 挑了一件 奶白色的连衣裙 给软软穿上 穿上去就像小公主 楚软你这也太美 太香了 本汪都流哈子了 谢谢大黑 等梦好了 我就跟宁轩哥哥带你去玩 之后您长波就电话 给他几个老朋友叫 名义上 是让楚软软认个人 实际上就是炫你 老哥 老兄 老郎 你们这么久可 算是到我家一次了 这是我孙女楚软软 爷爷们好 我叫楚软软 哎呦 小丫头真乖 声音甜甜的 老您这么可爱 软萌的小女孩 我的心煞是心 心都被萌化 众人大笑之后 老兄 疑惑地看向宁长波 嗯 软软为什么姓楚 而不是姓宁 宁长波也没在意 软软的爷爷对小薰有恩 有为何李雪才 把他带了回来 小丫头不嫌弃 才叫他们一声拔娜 但他也是寄养在家里 我怎么能改了人家的心 老您 这么点小姑娘寄养在家里 不会叫外人说闲话 哼 谁敢说 老子发了他的皮 老熊 你还不了解老您啊 他那暴脾气 谁敢招惹 有他在 咱小软软 绝对不吃亏 四个老爷子 坐一起聊天 一杯茶 一碟花生 能落上来 爸 你们都进屋子来说话吧 茶都泡好了 而此时老狗电话一响 喂 电话那头传来急匆匆的声音 老狗的神色瞬间变回 我孙女出事了在医院 我得去看看 软软看见葛爷爷急匆匆的离开了 眉头也皱得紧巴巴说了 葛爷爷的孙女不是简单的出事 我看见他的子女宫上隐约泛着黑气 那不是一般的疾病能造成的 而是因为被阿飘缠上了 老您 这小丫头怎么尽说些胡话啊 这世上哪有什么阿飘之类的 众人全都看向老狼 客厅里气氛瞬间沉 你们这是怎么了 该不会真信这小丫头的话吧 众人没有理会老狼的话 韩李雪对着宁长波说道 我和小轩是亲眼见过这种事的 软软不会骗我们的 宁长波听了韩李雪和宁轩的事后 也觉得这是不简单 宁长波思索了片刻 突然对软软说道 软软 爷爷现在就带你去看个爷爷孙女 来到医院后 众人看到老葛正在病房外 焦急地待着 老葛 老您 你们怎么来了 你家孙女呢 怎么样了 医生检查了好久 说是身体没问题 又做了检查 还在等报告 也不知道好好的怎么就昏迷了 葛爷爷 我能和主人 还有宁轩哥哥 进去看看桃子姐姐吗 得到了葛爷爷同意后 两人一狗进去了 楚软软和大黑的目光 落到小桃子的头顶 大正趴着一只 轻面獠牙的小阿 飘漆他的氧气 坏家伙 不许靠近小桃子姐姐 软软拿出一张骨子 贴到小桃子额头上 大黑也冲向一个须里去 但小桃说到骨子正顺 可惧怕大飞 立马从小桃子身上离开了 听到房间有动静 命长波 他们立即进去 什么人在高阔里出来 葛叔叔是小阿飘 桃子姐姐不是生病 是被刚刚的小阿飘 吸了洋气 所以才会昏迷的 此时外面艳阳高照 房间里却是阴风阵阵 众人听着这隐约的阿飘叫声 不禁毛补所然 一个飞翼从老葛身后飞 老葛只觉得肩膀上异常的沉重 软软立马从包里 掏出七星佛剑 往老葛肩膀上台 那小阿飘被伤得不轻 连忙驳路而逃 房间便恢复了正常 软软没事吧 爷爷我没事 软软刚刚刚刚是怎么回事 刚才好像有重重的东西在肩膀上 但你刚才轻轻一拍就好了 软软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从包里拿出一颗黑乎乎的小丸子 老葛 哥爷爷 把这个给桃子姐姐吃了吧 老葛接过药丸 黑色药丸是软软他亲爷爷 用大黑的血和朱砂 还有一些质阳的药材做的药丸 对于被吸氧气的人最有用 老葛便塞进了小桃子的嘴里 药丸里的质阳之物 补足了小桃子身体中的亏损 没过多久 小桃子就醒了 爷爷 乖孙女 你可算是醒了 爷爷好高兴 然然 这次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 小桃子可能救 哥爷爷 您别急着谢我 那小鬼被我打伤了 桃子姐姐面上的厄运之气 却未消散 这就说明 那只小鬼没有放过桃子姐姐 他还会回来的 老葛心中一紧连忙问了 那怎么办 软软 你可得救救我孙女 随后我皱着眉仔细想了想 就从包里 拿出一张符纸 交给葛 这是防那个坏东西的纸 把它放在桃子姐姐身上 那小鬼 就不能靠近桃子姐姐了 回到葛家后 葛爷爷就把小桃子 放到房间休息了 我和大黑 看着葛家周围遍布的阴气 基本可以确定 有两只鬼 缠上了小桃子 你是叫软软吗 爷爷说是你救了我 谢谢你 不用客气 你可以叫我软软 桃子姐姐 你感觉怎么样 还难受吗 软软妹妹 我害怕 桃子姐姐不怕 今晚软软和你一起睡 为了抓住这两只鬼 当天晚上 我就把神香天书 翻了开来休息相亲 休息神香天书的第一步 便是打通周深学道 将香气凝聚 一个小时之后 晚饭时间 爸 这就是您说的 救了桃子的恩人 葛叔叔 葛阿姨 有句话 叫人不可貌相 别看我小 我爷爷可教了我许多东西呢 那叔叔谢谢你了 嗯 仔细一瞧 葛兴旺的子女宫上 分明有两条红线 一条呈鲜红色 一条呈暗红色 鲜红色的便是小桃子 那暗红色的又是谁呢 再看他的夫妻宫 那儿同样也有两条红线 一条红线上 还呈现一缕淡淡的黑气 这黑气自然不是源于葛夫人的 那就说明 葛兴旺曾经还有一个妻子 并且已经死了 还化成了立飘 吃完饭后 我悄悄把命长波拉到一边问吧 哦 爷爷 葛叔叔在之前结过婚吗 来来 你打听这是干嘛 爷爷 你就告诉我嘛 缠上桃子姐姐的 被拿两只坏东西 很有可能和葛叔叔有关系 葛家小子我记得当年是挺风流的 那时候没少因为这时 被你葛爷爷骂 后来遇到你葛阿姨之后 生了小桃子才收了心 但没听说过他是二婚啊 爷爷 我可以直接问葛叔叔吗 这人家私事 大听不大好吧 那就只能等今晚 问问那只阿飘了 宁长波 看着这个小孙女心中 无限感慨 晚年呢 还能得这么一个 非功寻常的孙女 我是走了什么狗屎运吧 到了晚上 软软和小桃子 还有大飞睡一个屋 原本睡得极安稳的小桃子 忽然醒了过来 不 不要 我不要和你们玩 天元地坤 万法为宗 听我号令 富贵镇 起 外面的大人们听到动静 也连忙跑进房间 软软点燃西角箱 随着香气弥漫 众人这才看见了 房间里的情况 葛叔叔 你好好看看 他们是谁 白 白凤 你是白凤 葛 葛星旺 你害死我和我的孩子 我要嘎了你 那坏东西猛然用力 强大的力气 瞬间打破 肤子震 通到葛星旺面前 软软当即拔出 七星伏魔剑刺的东西 那坏东西 把女生击力的丝 软软小小的身体 也被先飞了 明轩一个纵身 接住了软软 你呢 你怎么样 软软急忙检查明轩 却见她的手臂 被地上的木刺 划了好长一道口子 正哗哗流血 对不起 哥哥都流血了 爷爷 怎么办 哥哥受伤了 哥哥没事 一个小口子而已 宁长波先是把软软检查了一圈 确定软软没事之后 才看着明轩的伤口 问题不大 客厅里有一药箱 小消毒 包起来就好了 我严重怀疑 自己是不是轻伤的 我严重的伤口子